大家一生出來就這樣啊 有沒有 有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一點命脈 所以這一點命脈是上天賦予我們 對我們說天地之畏性 所以上天賦予我們這個命脈 我們成為半復之靈長 所以你想這世界的一切 你看現在的科技這麼發展 包括這些我們眼睛現在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是誰創造出來的 對 是的 那你想人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能夠創造這一切 為什麼 那些都沒有在思考 就覺得那個人來小餐 吃飯 工作 發吃 就賺一點錢 就偏心一點 偏心一點 就偏心一點 這樣那個我不是講你 你不要不要亂動 好 那就這樣死了 這樣結果時間到了就翻譯他了 空氣一生 那不對啊 那上帝給我們這一點命脈 來到這個世界 怎麼那麼浪費你這一輩子的生命呢 應該不是人來世界上 要做這些事情 如果人來到世界上 吃吃吃喝拉撒碎 那沒有意義啊 或許曾經講過 人來到的世界上 如果 有沒有買房子 有喔 有沒有買車子 有喔 有沒有交很多水晶 有喔 有沒有交很多信用卡 有喔 沒有信用卡 你是異類 在座裡面 這個裡面有信用卡 我知道 有沒有提款卡 有喔 你帶座護理 我會跟你借錢 好 那我們想一想 這些東西 我們中西醫生都在努力的怎麼樣 對不對 轉動在吃在吃 有沒有 像我的電費來的 很奇怪房子是我的 我還要繳電費 車子是我的 我要繳牌照稅 油是我家的 我還要繳燃料稅 對不對 一天到晚都在繳睡 繳我繳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我都在繳 那我必須要努力 用心的去繳錢 我才能夠享受這兩切 然後我要很幸福 並不足 請問 那人都是在做這些工作 那到底裡面有什麼意義 忙碌一生到底有什麼意義 到底還是等待什麼 死亡啊 對 所以我們在想 今天人能夠身為萬物之領導 他一定有一個怎麼樣 意義的存在 上天給我們這一點真心 一定是要怎麼樣 要創造 要創造喔 所以生命是上天給我們最好的靈魂 他給你的 你能夠做到你這一輩子能夠創造這一切 你怎麼創造 你要怎麼創造你的人生 下面那句是重點 生活是我們給上天最好的禮物 生活 生活 好 生活是我們給上天最好的禮物 各位 這時候我又要問你們 你們會不會對這個角色很多說 一天到晚一直想問人家 好 我又要問你們 各位 你們都怎麼創 你們都怎麼創 屈外人都怎麼在創 呼吸 你就呼吸 你每天動作在你的家裡在呼吸嗎 是不是 一直吃你每天都在吃嗎 今天你怎麼創 他居然不知道人生怎麼創 好今天他應該知道我 他到晚都應該就知道了 是不是 我們怎麼在活 活啊 活是什麼 活啊 對 你怎麼過日子 你的人生你到底是怎麼過的 我們想要過一個自在快樂 健康 美麗 幸福 的人生 有沒有 我 午餐保護 我都過了一個無奈 悲傷 煩惱 憂愁 有沒有這樣子 有啊 那請問 我們都過什麼日子比較多 你都很快樂 你每天都吸吸嗎 你365天 24小時都吸吸很快樂嗎 沒有 對 其實 你會想說 人生其實都不是快樂 你想說對不對 如果要讓我去賺錢 我都不快樂 如果有人拿起電話 我會很快樂 對不對 如果讓我睡覺次來醒 我不要工作 我很快樂 如果讓我明天做得很健康 我能夠怎樣 去做很多事情 我會很快樂 我們去想 快樂的利益是什麼 好 那我們想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講快樂 每個人都過得很煩惱 很悲傷 每天是憂鬱症 遭遇症 遭遇症 被害妄想症 有沒有 有啊 有這種病啊 或許曾經講過 以前的老人家沒有這種煩惱 他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他哪會得什麼 症 沒有 但是現在的人壓力大不大 大 大到什麼 都是怎麼樣 都不知道怎麼醫了 都不知道要什麼醫了 都不知道要什麼醫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想 如果你過的人生是很煩惱的 是很憂鬱的 是想中想心很悲傷的 是不健康的 那這不是我們過的人生的態度 也不是我們今天要來一個 他那個休息的一個什麼 應有的心境 這都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佛堂 來到了道場 我們是來感見我們自己的人生 讓我們自己知道 原來人來到世界上是怎麼樣過日子 能夠讓我們回復上天 好 不能給我們這一點另外 讓我們來這裡創造一切 所以老師告訴我來說 生活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有道 對不對 生活要有道 那道在哪裡 道在生活啦 照在你的心 那你的心每天處於生活當中 你的心有沒有道 如果你的心有道 你會真正過得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的心沒有道的話 你會過得怎樣 往來 所以說今天我們想生活要有道的話 你就會怎樣 你就會有真 你會有真喔 所以我們的父母親也好 我們的長輩也好 說 兒子你有認真嗎 你有認真嗎 從小就會叫我們怎樣 認真 認真 有沒有父母親叫你這樣 你沒想要你進啊 隨便跑一跑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那個夜村姐姐 你有沒有叫你孫子說 沒關係啊 老師跟你沒關係 阿嬤不會打你嗎 有沒有這樣 沒有啊 是不是 我們的父母親也好 我們的長輩也好 都叫我們要怎樣 要認真 那認真就是搞第一名嗎 認真就搞第一名嗎 不是喔 認真就是賺大錢嗎 不是喔 都不是這樣子喔 認真 真是真到認識我們自己 認到你自己 你怎麼做你的人生 你怎麼活 認真 所以說今天要認真 人要有真 你才能夠怎樣 你才會有善美 你要有真你才會有善 你才有美 你的人生就是一個真善你的人生 所以各位寫寫 我們不要認真 我們要認真 因此我們想 每一個人啊 都有志向 有沒有 有希望 對不對 有目標 那每個人的目標也不一樣 你們全部在座的人 目標會跟候選一樣嗎 不一樣 對 我們每一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個東西 我們想要一樣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對 這個結果希望你要 怎樣 能夠如 願 如意 如我想要的 是不是這個樣子 如我想要的 每一個人都說 我一定要希望我能夠當醫生 希望當醫生 希望 希望 這個如意 我希望我能夠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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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不一樣 但是他的結果都會如意 請問大聲都如意的嗎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對 所以我們去想 人啊到十 有四個階段 一個階段叫做什麼 成長 一個階段叫做學習 一個階段叫做實踐 到最後怎麼樣 完成 讓大家你們去想一下 這四個階段要到的人 從成長到完成 你確定你能夠完成嗎 搞不好到了 還沒有實踐的時候 我就掛掉了 搞不好還沒到了學習 我也不小心怎麼樣 離開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人為什麼不能夠如意 因為變化 計畫感到什麼 變化真的 每次做學這陣子的 計畫什麼東西 到最後會變成 我就發現喔 真的人喔 真的是很無常 無常 那個無常不是一定怎麼樣 是你的事情 常常不能經過你預期 你決定了什麼事情 你就一定怎麼樣 何況是我們的生命 你能夠決定你的生命 活到幾歲嗎 不起 你們能夠確定嗎 你敢看什麼 不 講是我感動 我決定我的生命 能夠活到幾歲 有誰能夠肯定告訴後學 他也 後學也能夠伴以為師 也有對不對 因為後學也沒有辦法 那麼重點就是說 我們今天不管我們的目標怎麼樣 我們的人生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會不會清顯 後學要告訴大家的是 不管這一輩子的這一生 你怎麼努力 你怎麼投入 你怎麼付出 後學大家跟大家講的就是 請你到最後的賣一口氣之後 你還有機會去思考說 我這一生沒有遺憾 我這一生沒有破壞 我很安詳的來遺憾 這是重點 這就是結果 這就是結果 真正的人的結果 是到最後那一口氣 你的結果就 我沒有來白來人生了 我沒有白來 我沒有遺憾 所以人生不在於怎樣 不是說我今天 我短暫的成功 他才是真正的成功嗎 不是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知道 生命的可歸 所以你怎麼活給 上天最好的禮物 上天要你怎麼過的日子 他希望你在這裡 在這個世上 你怎麼過 你怎麼過 就是給我最好的禮物 那你要過怎樣 這是異議的 所以子曰孔子說 他說了 位之生 焉之食 好 那這一句話是子路 子路呢 他呢去問孔子 問孔子 祭祀鬼神的事情 那孔子就跟他講 人都做都好啊 你要講祭祀的事情 因為祭祀這個是祭祀鬼神 那麼他就說 人在生的時候 你都做不好了 你怎麼去講死之後的事情呢 各位謝謝 是自這樣子 我們在講孝順父母這一句話 那麼 再生 那一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在我們有生之年的時候 我們如果好好的孝順我們父母 比你們父母走的 結果你平常不孝順他 等他氣勢你才在拜金頭啦 勾住啦 有用嗎 也有用嗎 所以說是把握什麼 當下 所以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真正剛才講 你有真正的活過 那死來的時候 你不會 你不會怕死 那大家會不會怕死 會不會 你們都不怕 可是我好怕呢 你們知道嗎 那個阿螃蟹 歷盡人生的滄傷 所謂的他不怕死 可是我們沒有那種煙道 所以我們都怕死 好 所以說其實各位姐姐 你們要怕的是怕一件事情 是怕了我們活著的時候 沒有淡到我們生命的光彩啊 那還是人生的悲劇 悲劇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想 有沒有人在看連續曲啊 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看我相聚的 你們都不看類似啊 那你們人生真的是有過光 有過光彩 我人生是黑吧 你們都不看電視啊 秋冠姐真的不看電視啊 因為你們知道嗎 他24小時不夠用 他這個像明治靈一樣 一天只睡三個小時 對不對 難怪他真的是很凌勵啊 哈哈哈哈 因為他花了時間在什麼 可以做天時的工作 雖然像睡三個小時 他比明治靈還要練 所以我們去想一想喔 我們每一個人在看電視劇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那個結局是怎樣 很完美 很完美 各位 王子跟公主 能夠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有沒有喔 男女主角一定要快一起 不能那個男主角不能死掉了 不能那個女主角不能死掉了 不能那個女主角不能死掉了 對不對 那個窮妖想說 如果 我讓你們知道我的年紀了 哈哈 那個窮妖想說 只要男主角 可是悲劇 我就會覺得這個是我真是白看的 以前真的是這樣 可是現在有一點體悟了 其實這就是人生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都希望這個結局是喜劇 是完美的 好 現在想一想 我們來到世界上 我們有沒有在演戲 對啊 有 你們要知道 你們先坐在這裡再演戲 你們知道嗎 所以你們要演得很開心 每個人要笑蜜蜜的 對 我們都在演戲 而且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導演的